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备三顾毛如请诸葛亮出山是三国演义里非常著名的故事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件事 诸葛亮绝对是个面试求职的高手 诸葛亮面试第一招 自我炒作 我们今天选拔人才的方式是考试 而在两千多年前的三国时代 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名气 也就是说 要想让人录用 首先得出名 那么怎么才能出名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请名人推荐 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名人叫水静先生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他就是诸葛亮的广告在言人 而广告语就是 对于想要读取天下的刘备来说 这句话一下激起了他的兴趣 借助名人效应 诸葛亮成功地进行了自我炒作 迈出了求职的第一步 诸葛亮念事第二招 欲擒故纵 按说水静先生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您再多说一句 卧龙就是诸葛亮不就完了吗 但是他偏偏不说 先去赐教 卧龙会出隔离 这 甘管刘备怎么问 他就是作战的傻笑 弄得刘备也不知道 他是真傻还是假傻 后来 还是一个叫做徐叔的人 发明一笔揭开了 此人 麦郎雅杨主人 父亲诸葛明亮自扣 所居之地有一山大 令我敏感 因而四号卧龙先生 于是刘备亲自上门 请诸葛亮出山 可是没想到前两次去 诸葛亮都不在家 直到第三次才碰上 偏巧诸葛亮都在睡觉 刘备只好站在门口等着 此时的刘备 心里一定在想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从南极到北极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却睡大觉 可以说 诸葛亮掉足了刘备的胃口 越是得不到的 就越是好的 诸葛亮面试第三招 注重包装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等待 诸葛亮终于醒了 听说刘备在门口等着 诸葛亮赶紧整理了一下 然后出来见刘备 他这一亮相可不要紧 把刘备看得是目瞪口呆 诸葛亮长得太帅了 一米八几的大哥 分度翩翩 谈吐优雅 看着就让人觉得舒服 好外形加好包装 诸葛亮给了刘备一种 诸葛亮面误